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杀有深意的说 此举旨在扩大全球影响力 拉华早报网站报道《截图尔文》中所指的外地 就包括印度卢比 消息一出 立刻引发印度媒体的集体关注 燕反对党也以此举威胁印度国家安全和金融主权 为由四七发难而刷了一把存在感 各方质疑声中 印度政府对中国引致印度钞票 一说进行了否认 印度卢比事情的真相过真如此吗 面对质疑 印官员否认中国为印度印致币 据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印钞造币厂 正在以接近满负荷状态运转 而大多数生产失求来自一带一路倡议的残巨国 而挑动印度媒体敏感神经的 是该报道援引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董事长刘贵生 今年五月在中国金融材志上发表的署名文章中的一句话 在那篇文章中 刘贵生写道 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还成功中标泰国 孟加拉国 斯里兰卡 马来西亚 印度 巴西 波兰等多个国家的货币生产项目 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不出所料的是 这一报道 立刻在印度国内引发巨大争议 如果 这是真的 它将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印度金融快报13日报道成 部分国会议员以此为由 向中央政府要求澄清 印度货币是否真的由中国公司印制 金融快报 网站报道截图印度平民党权国发言人 拉加夫查达也把这一披露形容为对印度国家安全和金融主权的重大威胁 并称这对印度来说可能导致严重的战略劣势 而英国BBC网站则报道着 在印度社交媒体上 中国印制卢比的相关话题被广泛撰载 一些网民质疑这一决定是否明智 并要求政府做出警示 BBC网站报道截图面对多方质疑 印度政府在13日终于发生 对相关报道进行了否认 印度亚洲新闻国际通讯社 原理经济事务部秘书苏巴什签德拉加格的话说 关于中国印钞公司获得印制印度鲁笔 订单的报道纯属无稽之谈 加格还强调 印度货币的纸币目前 而且今后也将需由印度政府 在央行印度储备银行的印钞厂里印刷 加格推特截图那么 中国是否真的在为印度印制货币呢 小瑞查阅公开信息发现 刘贵生在2017年9月 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 中国印钞造币在南亚地区成功中标 印度硬币批饼及印花机设备项目 对于中国印制的货币 尼泊尔赞不绝口 尽管印钞造币也作为特种行业 对大众来说一直都是一个神秘的存在 但事实上 一国参与其他国家货币的印制 并非一个不可言说的秘密 令印度上下被赶了一些 则在国贷印本国货币 在不少国家已是常态 一些发展中国家印刷技术落后 规模有限 不能满足货币的印制 防卫耐用等要求 所以有些国家会将货币交由其他国家印制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 副所长白明对小瑞说 印度Money Control 网站3月报道着 中国印制的货币因其高超的技术含量 以及相对较低的成本 在发展中国家颇数欢迎 工作人员在修改用印刷的金属印版 新华社中国首次以投标方式 获取国际印钞商业订单是在尼泊尔 从2015年起 中国印钞造币先后中标尼泊尔100卢比 1000卢比和5卢比印钞订单 新华社住家德满都记者周盛平告诉小瑞 中国印制的100卢比纸币从2016年6月起开始流通 1000卢比纸币 也于2017年2月正式交付 对于中国印制的货币 尼泊尔方面一直散不绝口 在中国印制的100卢比纸币交付时 尼泊尔中央银行副行长钦塔玛尼说 中国首次为尼泊尔印刷的纸币质量更高 色彩更亮丽 价格也更便宜 在1000卢比纸币交付时 尼泊尔中央银行执行董事卡德尔 再次承载了中国印制货币质量好 成本低 至今已为尼央行节省下数百万美元 南常印钞有限公司工作人 仍在检查整版德卢比印刷情况 新华社周盛平透露 2012年跌国万尼泊尔印制的纸币 每张成本是2.69卢比 而在卢比对美元贬值的情况下 中国公司的印制成本 也只有2.15卢比 周盛平还说 尼泊尔的印刷技术薄弱 基本不具备造币能力 因此本国货币全部交由外国印制 据了解 印度尼西亚 法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造币公司 都为尼泊尔印制过货币 今年5月 新华社还对沈阳造币有限公司 生产和运送4500万美元 两台入印币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报道 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 在其官方网站上透露 两台珠项目是中国提出一代一路倡议以来 中国印钞造币 赢得的首个全制流通印币国际订单 2018年5月29日 沈阳造币有限公司 举行泰国两台注印币发生仪式 新华社外媒曲解商业合作专家 笑题大作 可不专业 由此可见 中国为他国印制货币 是通过公开透明的交投标 而进行的国际商业合作 对于这一点 一些网友也看得清楚 网友评论皆突然而 这样追求互利的商业合作 在一些外媒看来却似乎不那么单纯 美国商业内幕 网站13日报道说 中国正开除马力、维波兰、巴西等国造币 目的是为了扩大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 美国商业内幕 网站报道截图这种论调 这迎合了目前印度国内的舆论氛围 更有甚者 除了警惕中国影响力 还有声音认为 中国有此可能具备 颠覆他国货币体系的能力 给他国金融主权带来巨大威胁 中国既没有能力去威胁或操控 一国货币体系 也更不会去这么做 白铭说 中国追求的是合作与互利 白铭同时指出 虽然中国为他国 印制货币没有政治目的 但由于在任何国家 货币都非常重要和敏感 因此双方的合作都是建立在高度互信的基础之上 而在中国社科院南亚问题专家叶海林看来 认为中国为印度造币是国家安全威胁 不仅是小七大作 还体现出印度部分议员和媒体的很不专业 即使有这样的合作 也绝不意味着中国的产品和技术 能威胁到印度的国家安全 叶海林说 所有国家的货币印刷 都有严格监管 想做手脚机的不可能 叶海林也强调 这一事件引发的争议也提醒我们 在走出去的过程中 要重视和理解他国的关切 用清晰合理的解释和真实的行动 来化解因目解带来的矛盾和障碍 尤其是验制他国货币问题 应澄清这仅是银刷技术和商业合作 无关国家安全 叶海林说 那只帽子还是中国做的呢 影响美军战斗力了吗 编辑黄银